我們從 1992 年開始 海外 228 事件的遺屬 這個主宰回來臺灣活動 今年已經是第八屆 228 事件發生到現在 已經 72 年了 但是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在臺灣市門不能提及 228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深入探尋歷史的真相 一直到了民主化以後 政府才開始做了一系列的努力 包括認錯 道歉 立碑 歷史真相的調查 跟賠償 以及恢復受難者的盈慾 政府有責任要做得更多 這兩年來對於轉型正義的工作 政府比以往都更用心 整體而言 我們也有一些突破性的進步 在法制層面上 我們通過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立法 從組織面來講 我們也組織了轉型正義委員會 但是也是在去年我們正式開始運作 另外 228 事件今年基金會 也持續的探究更多的真相 除了挖掘出過去沒有被發現的受難者外 預計在今年年中也會發表 《關於228 事件轉型正義》的新報告 文化部的國家人權博物館 同樣在去年已經掛牌運作 整體來講 繼續釐清真相 繼續追究責任 該繼續推動的教育 我們都沒有一刻會忘記 也不會停下這個腳步 我們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面對轉型正義的工程 應該打成的任務 我們一定會去做 我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續的 給我們更多的建議跟討論 最後 我要謝謝各位 這次在主帆回來跟大家在一起 我們也可以對轉型正義的工作 進行階段性的大家坐下來一起檢討 謝謝 謝謝總統 謝謝 請一下 進行 進行